印度一直依靠买买买 为印军撑起门面 甚至还对各国的军事实力进行排名 并将自己放在第一的位置 印美给出的解释 这是按照武器装备的数量进行排名的 不过 印度在购买武器装备的同时 努力研发自己的国产战机 如今 印度已经和美国正式签署 采购99台美国F404航空发动机合同 由于支持国产战机的量产 该战机获得印度空军大批订单后 印度上下十分兴奋 开始畅想光辉战机出口的美好前景 站在印度的角度来看 印度一直是有个大国的梦想 国产战机的服役 能让印度的军工业往前推一步 让外界并没有想到的是 印度还有高调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此前媒体报道 印度空军参谋长已证实 军方已经敲定了126架先进中型战斗机的项目 据悉 AMC先进中型战斗机 是印度提出的一项伟大计划 计划使用该战机实现单座 双隐形 更重要的是具备隐身功能 此前 印度媒体称 印度制造的这款新型战机 是一款五代半战斗机 该战机一旦研制出来 将全面超越歼二世 横扫印度洋没有任何压力 另有消息上 印度军方还透露 新型战机已进入 首飞的最后倒计时阶段 预计2024年亮相首架原型机 最早2025年实现首飞 不过 直到现在 这款五代半战机 也没有对外界公开 这似乎不符合 印度吹嘘的作风 有网友表示 连战机的影子都没看见 就认为它超越加二世 印度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 为了保证新型战机进展顺利 印度航空发展局 说服印度政府 向AMCA项目投资20亿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 发展两种技术展示机型 和七种原型机 按照印度的设想 AMCA垂直起降战斗机 将用于替代米格29 和幻影2000的最终成为 印度空军的核心力量 不过 外界并不看好印度 毕竟印度的武器装备 一向依赖进口 能否研制出来仍是未知数 有专家表示 印度还是别话大饼了 还是先做好眼前事吧 如今 印度国内的新冠疫情 确诊人数 仍在快速攀升 更让外界担心的是 印度政府于7月宣布 放松疫情管控后 印度人开始大范围流动 有专家预测 印度可能在8月底 迎来第三波新冠疫情 目前 印度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完成新冠疫苗的全部接种 尽管印度政府 努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但成效不明显 与其这样 印度不如先把研发购买武器的钱 用在防控疫情上 大家怎么看呢 一直以来 印度在军事装备方面 具有很大的企图 将成为一个军工大国 可实际上 他们耗时40年 才研制出来光辉战斗机 由此可见 该国的整体军工水平 比较一般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方还在继续投入到 各种新型战器的研制中 其中一款就是号称 能够全面领先 歼20的AMCA中型战斗机 也就是所谓的PPT战机 据了解AMCA战机计划 源于2018年 当时印度推出了 和俄国一起合作的 五代机项目 打算在苏武时期的基础上 研制出一款新型隐身战机 但是由于苏武时期的研发进度 比较缓慢 并且俄国方面一直拒绝 将其核心技术提供给印方 于是就退出了这个项目了 而后随着歼20的服役和量产 印军开始着急了 随后加速展开了 新型战机的研制工作 根据印方的军事专家分析 这款AMCA战机的设计 以及规格 都和美国的F35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按照计划 印度航空发展局 将会负责AMCA的设计工作 而斯坦航空公司 则是该项目的主要承包商 负责起落架 以及各种结构部件的 组装开发工作 如果研究顺利 AMCA原型机 将在2025年之前完成首飞 至于生产工作 将会在2026年到2028年之间展开 确实印度会采购126架AMCA战机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 AMCA确实是一款 优秀的单座双引型战机 它将配备先进的 有颜项空战士雷达 并且还会融入部分6代机的技术 具备一定的超机动 以及超音色巡航性能 与此同时 印方还打算推出 有人以及无人两个版本 在他们看来 这款新型战机的隐身性能 将能够碾压其他亚洲国家 甚至比歼20还要厉害 不过计划终究只是计划 AMCA项目一直处于研制阶段 进度十分缓慢 除了几张公布的PPT 以及一架做工粗糙的模型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进展了 更不要说具体的 原型机测试了 毕竟印度的军工制造 都是有目共睹的 光辉战斗机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光是这款新型战机 印度就耗费了40年的时间 并且这只是一款 综合多国技术的拼凑机 而AMCA战机 是一款中型战机 研发构成中 需要用到的技术和材料会更多 估计没有个几十年 是很难研制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 从预算上看 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经费 能够支撑多年的AMCA研制工作 特别是在疫情之后 印度的经济状况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时候坚持对AMCA项目进行投入 无疑会给当局造成很大的压力 前段时间 印度某个军方背景的网站 放出了这样一个惊天大消息 就是印度已经批量装备服役的阵风战机 能够在中远距离 击落被誉为最强四代半达 苏-35双发重型制空战机 并且给出的理由是 苏-35战机虽然拥有更远的射程 都能够提升超机动飞行能力的 施量发动机 但是阵风战机 仍然能够通过电子对抗装置 使得苏-35装备的 向空战雷达适令 进而发射流行中远程空空导弹 将其击落 还有就是 阵风战机双发中型战机的定位 使得其机身内部的有限空间非常小 就算是留给机身内部油箱的空间也不够 又怎么有足够的空间 内置电子对抗装置呢 毕竟专业的电子对抗系统体积可不小 而且阵风战机 要是真有那么大的机身内部空间 平时为什么要挂载 至少两三个副油箱呢 就这样 阵风战机击落苏-35的消息 在连续的反驳 和赤马声中彻底研磨 但是设想到 最近印度又高调宣布 阵风战斗机强于歼20的标题 并且还在网上出现了网友在问 歼20和F22能打得过阵风战机的问题 看到这个问题 真是很让人火冒三丈 简直无语了 但是又不得不说 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 印度人口中的阵风战机再怎么强悍 也只不过是一架 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双发中型战机 而歼20和F22都是标准的五代隐身战机 但是隐身能力这个代差 就足够完胜阵风战机 毕竟五代隐身战机最大的优势 就是这种单向透明优势 也就是歼20等隐身战机 能够发现阵风等非隐身战机 但是别说阵风战机了 就是很多预警机 都无法发现歼20这些五代隐身战机 那么歼20等五代隐身战机 除了可以在超远的距离发射 中远程空空导弹攻击其他战机 而且还能利用隐身优势近距离突防到更近的距离 然后借助五代机 除了隐身优势外 更强大的超机动格斗优势 来换一种方式 完胜阵风这种非隐身战机 比如 阵风战机和歼20 或者F22隐身战机双方 进入近距离目视格斗后 歼20和阵风战机一样 都是压抑式气动不拒 但是歼20有着更快的顺时 盘旋角度和加速优势 能够更早 有更多的机会瞄准 并发射导弹击落阵风战机 但是阵风战机 基本连一次瞄准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歼20等五代机 还能借助超音速格斗优势 直接一步到位 让对手都不知道旁边是谁的时候 就将其击落 毕竟官方可曾经表示过 进入超音速后 就是歼20的天下了 反观阵风战机 受限于自身装备的多普勒雷达 还是少世纪80年代的技术限制下 根本不可能发现 距离超过百公里外的目标 特别是隐身战机 就算是飞行到几十公里内 依然无法发现 那么就别再做 超远世纪就击落其他战机的美梦了 总结来说的话 阵风战机和五代隐身战机对比 就像傻子的说法一样 只会让人嗤之一笔 根本不能把其说法当回事 但是放在 河管横河水的印度人口中 阵风战机 就算是印度供奉的牛一般 神圣无敌 当年引进苏三式MK1的时候 如此 几年前打算 引进F16V战机的时候 如此之说 如今引进阵风战斗剧 依然是如此 毕竟作为全球 军费预算比较高 但是整体国防实力 并不砸地的印度军队而言 虽然15年前 就引进五代隐身战机的想法 但是亚洲越来越多的 五代战机装备服役之际 印度的五代战机 依然还是个空梦 就只能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讨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